71歲的日本前官房長官菅義偉 星期三在日本國會眾議院以壓倒性優勢當選新首相 在投票的前一天 執政的自民黨以壓倒性優勢選舉菅義偉擔任總裁 令到星期三的投票大局已定 在日本的議會制下 執政黨的領導人通常會被選擇出任首相 日本歷史上任職時間最長的首相安倍晉三上任8年後 上一月突然辭職 原因是困擾了他一生大部分時間的繪揚性結腸炎復發 菅義偉在安倍晉三政府任內閣官房長官 是安倍首次出任首相以來的關鍵盟友 安倍晉三在第一任期內 亦由於長年患病而在就任短短一年之內辭職離任 菅義偉聲言將會繼續執行他前任安倍的政策 包括他標誌性的安倍經濟學經濟計劃 和他的外交政策包括與美國保持牢固的關係